荒野求生的减肥效果是真的强 一个花季少女仅仅用了20天时间 就瘦成了连裤头都hold不住的老baby 要不是最后含泪掉到一条三文鱼 我真怕她会瘦成一道闪电回去 小伙伴们要减肥的还不赶紧报名试一试 来来来 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挑战来到第18天 场上还剩下5名挨饿选手 今天是阳光明媚的一天 科日夫也因此心情好了很多 来到海边看到远处的大山开始积雪 这意味着新西兰的冬天马上就要来临 之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难熬 科日夫已经把所有散绳用完 今天他决定亲自手挫一些绳子备用 为了提高制造效率 科日夫还做了一个原始的绞绳器 不得不说这些害老还真有几把刷子 找来树叶将其切割成丝状 接着再将细条树叶压出纤维 这个过程不但枯燥乏味还费精力 要不是会唱几首歌打发时间 肯定干不了这么无聊的活 搞好细线后 再将线头绑到绞绳机上 只需转动绞绳机 就可以源源不断生产细绳 好家伙 看来这求生没点技术 还真不敢玩了 安德烈这边天气也很好 但这几天气温也明显下降了很多 远处的大山积雪开始蔓延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 安德烈简直被潮湿天气折磨的没脾气 开局到现在几乎天天都在下雨 以至于他这些天以来 连个火都还没搞出来 郁闷的安德烈差点就像提筒跑路了 目前为止庇护所都还是个手刮棚 所以今天他决定完善庇护所 首先第一步就是做一张悬空吊架床 用木头薛仙做好床架支撑 但做床架用这么粗的原木 你是认真的吗 塔米卡正哼着哥在钓鱼 昨天弓箭狩猎矛都没搞到 自那奇塔就决定不再用弓箭打猎了 刚出生两个月的蚯蚓做鱼儿 试问哪一条蛋白质 能抵挡得住这种诱惑 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塔米卡在海边蹲坐了大半天 也更换了无数钓位 别说什么大鱼了 就连个小虾米都没收获 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已经在走下坡路 再这样下去 留给自己的时间就不多了 可麻绳专挑戏处断 厄运只找苦命人 塔米卡的鱼线一不小心就被他扔到了海里 这把他戏得当场口吐芬芳 挑战来到了第十九天 苏珊正在保养已经发霉了几天的鞋子 今天的天气非常好 她打算拿着工具出去寻找蛋白质 她的目标是丛林里的附属 找到一处抚慕下的树洞 苏珊马上蹲下查看里面有没有小可爱 可惜找了大半天 依然没看到任何蛋白质 最后只能收集一些绝类植物回去 这种植物富含碳水化合物 但吃多了可能会有致癌的风险 马上生活准备干饭 可惜这里的环境太潮湿了 苏珊打火时都沦冒烟了 也没能把火搞出来 看来今天的晚餐还得继续喝西北风 现在又冷又饿还累得要命 这个老baby从来都没感到如此的失望 时间来到了夜里 白天钓不到鱼的安定烈 打算尝试夜钓 但晚上气温骤降 海面也开始结冰 这让他的海钓变得更加困难 皇天不负有心人 一转眼安德烈就拎着大鱼 在镜头前炫了起来 兄弟学到了没有 夜钓并不是没道理的 马上拎着大鱼回家生活干饭 为了方便 安德烈采用的是最原始的炭烤活鱼 只需将鱼肉切成片状 接着放入火中烤制9981分钟 不出意外的话 你应该就能吃上木炭黑了 挑战来到了第21天 目前场上还剩5名选手 塔卡梅的裤头这几天明显宽松了不少 这节目的减肥效果果然没骗我 就算胖子进去一趟 都能变皮包裹出来 这几天塔卡梅正处于一妈妻 这让本就饥饿的她更是筋疲力竭 现在一天时间 几乎有一半时间都花在护理上 幽怨的塔卡梅突然一阵退赛冲动涌上天灵盖 最后一想到那25万巨额奖金 她的心就抽着抽着发痛 本想着出门缓解一下心情 不料这女人的情绪一下子就崩溃了 挑战来到了第二十二天 瑞克在海滩发现了野路的踪迹 这说明猎人已经进入了狩猎区域 瑞克沿着踪迹一路寻找 但这里的植被实在太茂密了 周围除了大树 还有就是比人头还高的杂草 这严重阻碍了瑞克的狩猎视野 而且还大大消耗了体力 最后把瑞克直接累趴了 她的伊拉克战损满鞋子 此前已经报废 现在穿起来脚尖感觉一阵刺痛 瑞克无法判断是冻伤还是鞋子导致 今天的打猎怕是要泡汤了 塔米卡打猎打不到钓鱼还丢了鱼钩 现在她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目前的状态就是躺平等死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 她终于做出了退赛回家的决定 但在离开之前她还想拼死一搏 塔米卡背着行李回到海滩上 却意外发现了周围的野兔巢穴 但由于塔米卡怕死 并不敢在此处停留 她又来到一处靠近海边的草丛里 她打算穿过去海边钓鱼 塔米卡说没想到自己还能走那么远 对此她又感到了一丝希望 瑞克这边还在努力地寻找蛋白质 但这几天下来什么动物毛都没发现 我说你这嗨老就不会是一下钓鱼吗 她的鞋子已经接近报废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将鞋子修补回来 她到附近找到了一根软管 瑞恩打算将其烤绒化粘到鞋底上 你这鞋都烂到掀盖了 真的还有修补的必要吗 但这个老头就是勤俭朴素没办法 只见他将软管切成碎末 接着放到火上将碎塑料烤绒化 同时用铁丝把鞋底和鞋面刺穿 为的就是用绳子穿过针孔将其固定 最后在湖上塑料浇水到缝隙中 一双伊拉克战孙版战靴就重获新生了 至于效果如何还有待考证 科日福编绳子已经两天时间了 反正这嗨老就像不饿一样 整天也不去找食物 就在这干手工活 现在还好意思对着镜头说自己饿 你继续在这里坐着 我去给你叫个外卖好不好 科日福说他11岁的时候就患了多动症 当时看起来还不太聪明的样子 小学时还不小心搞大了女同学的肚子 幸好家长最后也没怪他 现在来参加挑战 目的也是赢取奖金回去补偿人家 这传奇经历别说你们感觉很胡闹 我听到都被吓得瑟瑟发抖 挑战来到了第二十二天 场上还剩下五名选手 塔米夏这边钓鱼依然没有任何收获 现在他准备尝试佛系钓鱼法 在他更换了无数钓点后 鱼钩终于迎来了收获 收获了一条大鱼 老卑鄙兴奋的直拍大腿 看看这肥美多致的蛋白质 塔米卡恨不得马上就抓来啃几口 一想到自己终于不用饿肚子了 那不争气的口水 瞬间就从眼里飙了出来 来不及感慨 马上连着鱼回家生火干饭 镜头一转 一股飘香似义的水煮鱼 就新鲜出炉了 饿了那么多天 老卑鄙早就缠那一口 未美多致的蛋白质了 马上来一块鱼奶尝一尝 哦 这味道简直绝了 每一口抱之的感觉 仿佛都在唤醒体内的每一个细胞 这一刻 老卑鄙对那25万奖金又重燃信心 抛开事事不谈 他感觉自己已经胜券在握了 接下来的生存条件只会越来越恶劣 那还在场上的选手 又该如何应对呢 好的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点个赞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精彩节目吧